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参加严华的线上研讨会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题目是 30分钟看懂Laura技术 掌握智慧程式应用关键 我是严华产品计划经理李孟真 在我旁边的余会来宾 有Sentag Sales Manager Jason Wang 以及Alm的Preset Technical Consultant Jerry Wang 在今天的议题中 我与两位来宾将谈到Laura的技术到底是什么 在应用于IoT这个新议题下 有哪些软硬的Laura解决方案 Alm Embed在物联网应用中的角色是什么 当然各位在收听的过程中 有想要即刻询问的问题 可以集点桌面上右侧浮动功能视窗中的Question Box 输入您的问题 我们会及时问您简单您的问题 在课程的最后 我会出一个小小的考题 欢迎各位到燕华的粉丝专页回答 就有机会获得今天我们提供的小礼充填器哦 首先我们先请Jason为我们先说明Laura的特色 各位大家好我是Samtech Jason 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Laura Laura是Samtech在2012年开发出来的一款适合使用于物联网的设品IC 它的设计理念是根据低功耗、长距离、低成本、网路简单而容易扩充的概念下去设计的 我们都知道通讯的技术有很多种 例如ZB、Bluetooth、WiFi、GPRS、3G跟LTE等等 每一种通讯技术都有它们的优势跟缺点 Laura的特性是针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些技术来补它们不足的地方 好,那现在讲一下什么是Laura Laura是Long Range也就是长距离这两个字的缩写 Laura是Fi实体层 LauraWin是Mac层也就是我们讲的Portico 那么Laura的产品有什么特性呢 第一个就如它的名字 可以达到长距离的通讯跟用非常低的功率 我们知道通讯的技术里面 距离跟功耗两个会成反比 它是天平的两头 在一般的通讯技术你要长距离需要的功耗就会比较大 相对的你要低功耗传送的距离就一定不远 所以这就是Laura今天可以成功的地方 因为它做到了长距离低功耗极高穿透性 我们在通讯上常常会遇到干扰的问题 Laura是利用CSS展平调变的技术来减少干扰 在定位方面 Laura也可以提供相对准确的定位 第四点就是Laura可以做到简单且大容量的网络 而且可以让使用者很简单容易的去扩增网络 而不用大费周章的去更改你的infrastructure 这些都是Laura的特性 Laura是基于展平的技术下去发展的 所以Laura频率的拼移容错空间 跟其他的技术相比相对的是比较多 如同图右边所示 Laura不需要使用精密而且高价的TCSO 或者是LNA 再来看图左下方这张 这是解说Laura的Sensitivity 最上方那一条绿色的线是Shanone Capacity Boundary 是物理上Sensitivity的极限 红色这条线是Laura目前可以做到的程度 浅蓝色这条线是目前市场上最好的Fsk IC 可以达到的Sensitivity 我们可以看到Laura的灵敏度相对来讲会比较好 接近于物理上的Sensitivity的极限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工作在Noise Level以下 而一般的Fsk是工作在Noise Level以上 这个意思就是说 Laura可以听得到别人听不到的讯号 这也就是Laura跟其他技术相比 为什么它的灵敏度可以很高 它的穿透力可以很好的原因 灵敏度高就表示接受度好 这样的话距离相对就会比较远 使用者要传资料 使用的能量跟功耗就会比较少 这就是Laura的特性 低功耗高灵敏度长距离极高 穿透性 接着我们来谈一下Laura WAN的网络概念 Laura WAN网络是由 AndNote Gateway或称为Concentrator Network Server跟Application Server来组成的 Network Server听起来是一个硬体的东西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软体 是整个Laura网络的中枢 也就是大脑 AndNote把感测器收集到的资料 通过Laura WAN网络传给Gateway Gateway会传到Network Server 由Network Server解开风包 来判定风包是属于哪一个Application Server Network Server再把资料往后传到所属的Application Server Laura WAN的网络架构是典型的新装拓幅架构 在这个网络结构中 Laura Gateway一直是一个透明的传输的中极点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类似资料收集器 所以我们又昵称它为Concentrator 它连接了AndNote到后端的Network Server 而AndNote可以连接一个或多个Gateway 因此AndNote的节点在跟Gateway之间的通讯是双向的通讯 Laura的AndNote可以是各种设备 例如水表、气表、烟雾感知器、宠物或人员的追踪器等等 这些AndNote透过Laura的无线通讯跟Gateway连接 再透过背后不管是3G或者4G或者是Ethernet 连接到Network Server Gateway跟Network Server之间的通讯是透过TCPIP的通讯协议 Laura WAN将AndNote的工作模式区分为三类 分别为Class A、Class B跟Class C 适用于不同的应用需求 例如有一些通讯要求要很省电 有一些需要及时的回馈 Class A的工作特性一般是Event Driven 它在事件触发后发送资料 发送资料之后会倾听一段时间 然后才进入休眠模式 在休眠中Gateway是无法找到它 除非它在下一个Event触发之后的时间醒来 发送完资料之后Gateway才能跟Network Server 才能找到它跟它通讯 Class B跟Class A又有点不一样 Class B我们又称它为Bicamo 它的工作特性是在资料发送完之后 停一段时间 它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 是被安排好的 相对于Class B Class A的通讯时段会比较Random 是被事件触发 比如说用在垃圾桶的警示 垃圾桶满了它才会发出讯号 才会送资料给Gateway跟Network Server 那Class B是一个定期性的Scheduling的通讯模式 所以相对于Class A的随机模式 Class B的Endone有排程的时间 所以Gateway跟Network Server比较容易可以联络到B 它的即时性会比A好 但是由于它被安排定期时间醒来 听听看有没有人在找它 所以B会比A来的耗电 Class A模式是最省电的 那至于Class C模式 一般是应用在有连续供电的场合 它是工作在Continuous Mode 从来不进入休眠模式 送完资料之后会一直在倾听 看有没有人在找它 所以Class C的工作模式 是最耗电的状况 但相对来说 它的即时性跟Class A或Class B来比的话 Class C是最好的 目前Rola网络已经在世界各国 进行试点或部署 根据Rola Alliance 2017年公布的数据 目前已经有47个国家的电信商进行部件 有350多个城市正在进行trial run 或者是商业部署 而Rola联盟现在已经有500多个会员 目前台湾的情况 亚太边信的Rola网络 已经在五都全部都部署 都cover了 正文在台北市 有个市营运的非商用网络 已经覆盖全台北市 在运行当中 Semtech的Rola support研滑的M2.com 这个开放式标准IoT的感知平台 M2.com平台整合了无线技术 MCU跟具有通讯能力的感测器 这个标准界面模组也采用了Rola技术 可以支援长距离低功耗的通讯跟连结 将有助于电信商跟其他网络供应商 在开发低功耗无线网络LP-WAN的应用 M2.com的目标及应用市场 包括了户外的无线感测器 无线测量仪器 如CO2的计量器跟PH值的计量器 还有农业的各式各样的感测器 此外 研滑还提供了物流液使用的感测器追踪装置 和可以遥控管理物件的智慧无线遥控器 例如街灯 交通号制 以及废弃物的追踪管理等等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些LOLA的应用实力 第一个实力是在日本的富士山 富士山作为日本的第一高峰 以及精神上的圣山 一直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登山路线之一 每年攀爬的人数众多 冬天来临时山区会关闭 以防止山难的发生 因此它的路山管理需求也有一定的难度 但现在静岗线已经跟电信公司KDDI合作 透过物联网的技术LOLA把富士山的各个路山口的人数做一个量化 这样不只可以让登山客掌握山矿 还可以让救难单位在发生山难的时候 第一时间可以掌握现场状况 在这个实验当中 他们在五个登山口安装了LOLA感测器 来检测通过登山口的人数 并且把这类数字及时放在网路上 让想登山的人知道有多少人在山上 哪一些路线比较拥挤等等 另一个应用实力也是在日本 LOLA被用在日本作为火山的监控 日本位于亚洲板块跟太平洋板块的交接处 是火山最活药的国家之一 平均每年发生15件火山事故 包含火山爆发 所以日本使用LOLA的技术 全天候对境内最活药的47座火山进行监控 他利用该网路收集的资料 说明发布火山消息的预测 从近期的火山活动警报 到可能发生火山爆发的预警 进而对火山爆发威胁的区域 进行极客的疏散 以维持人员的安全 再来这个案例是在南非的国家公园里面 LOLA的技术被用来 checking 瀕临灭绝的黑犀牛的保护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会为了犀牛脚而去杀害犀牛 所以南非的国家公园单位 在犀牛的身上装了追踪器 来了解犀牛的活动状况及所在的位置 以便对于这些瀕临绝种的动物进行保护 LOLA也被应用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场 用来追踪滑雪游客的位置 以确保灾难意外发生时 可以及时掌握游客的位置 进行救援的行动 或者在平时可以掌握游客活动的范围 以进行游客人身安全的管理 接下来的案例是澳洲的智慧农业跟畜牧业 他们把LOLA用于农业相关的资料搜集 以及畜牧业利用牛脂身上装的追踪器 来了解牛脂的位置 以及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跟活动情况 透过LOLA装置 业主可以及时掌握监控 而且整个建制成本是很低的 我们也了解研华在日本的智慧农业也进行了部署 目前有几间客户已经开始使用研华的LOLA手楼巡 最后一个应用实例是在台湾 这个也是研华的案例 他们把LOLA用在冷链车的温湿度管理 大家都知道LOLA的穿透能力非常好 尤其在这种金属车厢里面 其他的无线技术是没有办法把资料传输到车厢外面 只有LOLA这种具有高渗透率的无线技术 才能把冷链车的相关温湿度资料送到外部 让管理者做一些资料的收集以及监控 这个冷链车提供给航空公司的空除来使用 您现在图片看到的是用来Service Airbus 空中巴士380的侧重 所以他们需要非常精确的食品安全控制技术 来确保飞机上餐点的安全 很荣幸LOLA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供应链当中 谢谢Jason 事实上盐华提供了一系列的无线产品应用方案 其中就包含了LOLA整合方案 这张投影片很简单地显示了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的基础架构 而我们盐华就是透过这三个层面的架构来提供服务 进而达到物联网的概念效应 在图面的左边我们的目标就是收集物上面的资讯 透过中间的Gateway 传递资讯到右边的云端管理界面 而针对LOLA 燕华也提供相对应的一系列的产品 来实践完成这个架构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到这套方案 究竟物业燕华该使用哪种通讯选定最适合呢 我想这是你们非常有趣以及健身的选择题呢 从电脑到智慧型手机 联网设备逐渐的渗透在日常的生活中 常见的有蓝牙WiFi3G LTE等的一些方式 伴随着物联网的趋势 全球对于低功耗公寓网络的需求增加 Lopower RAM主要区分为免费的使用频谱 以及3GPP主推使用的授权频谱 免费的频谱有如Cifax、Laura 而3GPP主推的授权频谱就有LTE、CATM以及NBiOT等 低功耗广域网络 虽然有许多不同等的无线技术 但是其实它都具备了以下几个共同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低功耗 因为在我们大范围的部件的时候 总是会面临到欠缺电源供应的问题 所以多数我们会以搭配电池以及太阳能设计 但是然后再加上低制造量的传输来达到低耗能 以避免频繁的替换电池造成后续的维护成本过高 因此在应用上会出修多年甚至高达10年以上的电池寿命 而广域的覆盖范围也是另外一项特色 长距离的通讯以单一节点连接到夹道器或者机翼来 目前最远是可大概是到数公里以及甚至十多公里 但是我们藉由多个夹道器部署可以达到更大更广的 网络覆盖 覆盖范围内的连接 连接装置即使位于不同的区域连接不同的夹道器 也能互相之间传送资料 进一步提升资料传输的范围 而低功率广域网络技术具备远距离以及低功耗的特性 因此非常适合智慧城市所需的大规模物联网的应用 市场上的相关无线技术不断的推陈出息 使用免费评谱的LORAD极为其中之一 未来的城市生活 我想物联网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内 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的传统的思维边界 在现今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不管是在家里 公司或者在工厂里 都有成千上万的物品 但是如何收集这些物品产生的数据 以及利用此数据来做运算以及推测 立即反应回馈给管理中心做适当的处置 我想IOT在这里提供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对于延华来说 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有效率的解决方案 让所有物的资讯可以成功的整合于应用 让我们的世界更有智慧更有效率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我们的智慧城市里面有许多的不同的应用 例如智慧大楼 智慧停车场 智慧工厂 智慧物流以及智慧农场等等 皆会因为物点网正在兴起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 对于延华来说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掌握的技术与创新思维 来一起让这个世代快速的更新 与精进到下个新的纪约 由这张投影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不同的应用端 我们提供LowPower WAN无线通讯模组来收集与传递资讯 然后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来决定上传是否透过找到去或者是基地台 最终传递到管理者的应用云端解密 另外智慧程式需求应用可依照不同的情境区分为两大类 一是固定类 二是移动类 对于固定类来说 它的特色是传输量小 传输的间隔由数十分钟到数小时 借由长时间的休眠达到我们的提供号效果 可以透过各类型的传感器来收集周边的环境资讯 强化对环境的侦测管理 并提供资源分配 达到资讯及时 并且更进一步的可以改向我们的生活品质 其实呢 它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智慧水电瓦斯表 透过定时的传递消耗的水电瓦斯表的数据 取代人工操表方式 可以让能源的消耗的资讯更精准有效率的分歧 进一步的做到能源上的完善分配规划 其他的需求应用段也可以包含 警示 警示 侦测 智慧路灯 智慧建筑 环境侦测 智慧停车 智慧农业等等 而还有一栋式 其实呢 近日流行的共享单车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随着LORA的普及 逐渐的公换此方案来解断 来降低我们的使用的成本 针对智慧程式的应用 研滑推出了WISE 1510 LORA感知节点模组 可依靠应用场域的需求 搭配不同的模式使用 例如公开网络的LORA WAN模式 或者是搭配WISE 3610 LORA Gateway 对于私有网络的Private LORA模式 在LORA WAN电信业舍需要提供 LORA WAN的网络服务以及基地台 便可利用烟滑的WISE 1510 即可加入网运 我们的特点是Law Power以及Wide Range 且我们也提供宽温的规格 从-40度C到85度C的服务品质 而在Private LORA Network 我们可以利用WISE 3610 Gateway 夹道器的WISE Link提供服务 由WISE 1510在Node端收集资讯 再由我们的夹道器直接传送上云端 它可以支援到500个节点的连线 以及安全管理 而在我们的WISE 3610 不但可以提供WISE Link的服务 另外也同时可以提供Wi-Fi Dual Band Service 另外在Uplink的部分 我们也提供了Mini PCIe界面的3G LTE卡的部分 另外WISE 3610也提供了 High Performance Remote Control Forta与Security在端点管理的部分 而在网路流量管理的部分 Different Connection Routing 与Different Package Format 有待完善服务品质内 WISE 1510搭载 Cortex-M 适用于M-Bad OS 此建构在RTOS Kernel上 并整合物联网所需的连接性 安全性以及共用的Driver API 开发者可以到M-Bad开发平台上获取相关的免费资源 缩短整体的开发时程 并提升相关的安全性 WISE 1510采用模组化设计 整合了微处理器 收发器 以及标准的IO感测界面 开发者可以利用WISE 1510提供的软体开发套件 以及已完成的无线认证 减少整体的开发时程与机费用 因此以沿华提供相关的LORA方案 WISE 1510 SensorNote与WISE 3610招大器 密要在于让开发者使用一系列的服务 让开发端可以缩短整个工时与商品上架的时间 首先 所有沿华无线产品皆已获得相关的无线认证 当然WISE 1510与WISE 3610也不例外 用户端可以确保品质与专案的时程 因此认证成本也可大幅的下降 再者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其中包含了SDK以及相关的API 让使用者可以简单二次开发 再来 沿华也提供相关的Design in Service 只要客户有相关的需求 我们可以帮忙做RF Design Review 以及提供Antenna Selection Guidelines 最后 来到如何让您的资料轻松的传上云端呢 我们提供WISE 8GEM 配合我们的开发套件 即可轻轻松松的简单开发 呈现您的资料在研滑的WISE PASS R&M上喔 另外WISE产品系列 除了提供WISE PASS 也提供MBOS与Cloud的选择 透过MBOS Service 我们可以轻易的管理100个以上的 端点的资料以及软体更新 还有大家最关心的系统安全问题 即使已经被ARM精巧的处理完成 我们只需要着重于我们应用端的开发 稍后会由ARM的Jerry来仔细的介绍MBOS与MBOS Cloud 接下来让我们来介绍我们一系列的成功案例 目前您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WISE PASS R&M 呈现在我们研滑林口办公室大楼的环境温室度的状况 利用WISE 3610以及WISE 1510 搭配我们串领我们的资料 传递上我们的WISE PASS 您可以看到我们同时可以看到有地下室二楼 会议室一楼 户外阳台以及工厂端的温室度状况 直到整合方案也可配合其他的感知器建构智慧建筑 例如我们可以搭配CO CO2等等 接下来这个案例是我们的智慧停车场 我们使用我们的WISE 1510收集停车格的资料 透过WISE 3610传递回云端管理 由此我们可以随时监控我们的可停车的数量 以及停车的时间 并且可以及时的引导我们的车辆停车 让我们的停车场的管理更有效率 然后更透明化 接下来下一个案例 为我们使用WISE 1510收集环境的资讯 透过3610传递回云端 以技术面来说 此案例为面积颇大的农场 使用WISE 3610、WISE 1510 极可以充分的发挥省电 以及远距离的优势 在传输资料面来说 本案场需要掌握及时的温度、蓄水高度以及土壤状况 这是为了让生长的作物可以获得最佳的生长环境 需要及时的因应我们的环境变化 采取适当的处置 因此此项布置及大幅的提升了暗场的效率 真正达到智慧栽种的智慧农业的目标 接下来 这个案例为我们使用WISE 1510收集水表的资讯 我们透过WISE 3610传回地位云端 用此监控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掌握我们的用量的尖锋 以及是否有浪费的使用量 如此一来 不但我们可以最佳化我们每一分付出的账单 同时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的智慧程式的目标 此套整合方案 除了搭载水表 我们也可以搭载电表 瓦斯表 提供云端自动读表 以及泄漏侦测等服务 大大的可以减低我们人工作业的成本 我们除了提供 研滑的WISE PASS平台 另外也有ARM Embed的云端服务功能 接下来我们请ARM的Jerry 为我们说明ARM Embed的部分 大家好 我是ARM安某的Jerry 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ARM的物联网平台Embed 以及我们和研滑共同合作所提供客户基于端到端安全的一个解决方案 许多的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物联网的相关应用能够带来的一个潜力 这边包括物联网技术即将如何改变企业的整体流程 增进企业领域的效率 甚至产生商业模式上的一些创新与转变 那当这个物联网技术的整合乃是一种大势所趋 而且会是影响未来竞争力的重要关键事 接下来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 要如何去选择合适的一个研发工具和终端装置 再一个能够兼具安全还有开发效率的平台来加以导入 从1991年齐算到现在 基于安某盎架构所开发的高效率还有节能晶片 已经累积超过1000亿颗 在全球的各种市场上 超过了1000个以上的企业伙伴都使用我们安某技术来打造各种的应用 安某的执行长Simon Seeger日前有提到说 因为物联网的相关需求大增 估计在未来4年到了2021年时 以安某技术所打造的晶片出额量将达到另外一个1000亿颗 那这边当然安某在产业所扮演的一个核心角色 使我们具备一些独特的优势 而我们OnM-Bate这个物联网的软体平台的目标 就是要帮助企业能够创造部署各式的物联网应用 并且在整个应用的生命中期中 能够安全地去管理众多的物联网装置 这张架构图显示了如何使用OnM-Bate的平台 来开发和部署物联网的一个系统 当中浅蓝色的部分即是OnM-Bate的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装置端 一路涵盖到云端的一个端到端安全连接 我们让客户可以在这样的平台基础上 节省大量的开发时间 直接专心开发物联网相关应用 也就是我们在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深蓝色的部分 这边包括了装置端还有云端的后台 在这样的架构开发下 你就不需要在每一个专案里面重复去开发 从装置端连接到云端的部分 我们可以让客户在少量或是甚至 不需要更动组程式码的情况 可以选择不同的硬体装置来作为开发 这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EmbedCloud的云端服务是一种基于SaaS架构的装置管理服务 它不是Ice的架构 因此我们本身并不提供包括让客户创建虚拟机 或使用资料库这样传统的Ice的一个服务 我们用Restful API来作为我们装置管理服务的一个连接 可以让我们的客户连接到不同的云端服务系统后台 这边包括当然是像微软、亚马逊、IBM 或者是甚至你自行架设的云端服务器后台都可以 我们的合作伙伴研华的物联网系统 其实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 提供客户各式各样的物联网服务 让我们进一步看看Embed的平台 途中靠近右方云端的EmbedCloud 是一种基于SaaS的装置管理云端服务 我们这边提供用户的功能包括 不论你的装置端是采用什么样的IP连接技术 我们都能够顺利把它连接在一起 在装置端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都可以让我们的系统能够正确的辨识与信任装置 存取装置的资料或者是对装置进行操控 这边需要考虑到比方说 你的装置初次部署到实际的场域初次启用 或者是你的装置有可能断线后重新连线等等 EmbedCloud这边提供了任体更新的一个服务 我们任体更新服务可以简化你整个更新的流程 包括透过网状网路或者是新状透普网路 来下载任体的资料 并且确保这样的一个更新作业是不会出错 而且中间没有经过任何不当的篡改 那这样一个基于云端的系统 提供足够的弹性 可以支援大量的装置连线 不需要额外担心说 你系统可能有扩增上产生的种种问题 左中左方我们有几种方案 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物理网装置 那这边我们首先介绍MBLOS MBLOS是我们开发专门基于 Codex M系列的处理器的一个即时作业系统 那比较典型的应用当然就是包括 微控器器的一个传感器节点的应用 那我们知道许多的物理网应用 它不会只有微控制器传感器 因此我们提供了MBLOS Cloud Cloud MBLOS Cloud Cloud可以应用于Linux的杂道器 或者是移植到其他使用 不同作业系统的一个物理网装置 MBLOS Cloud 并不是按 所自行发展的一个私有化的协议来开发的 我们采用的是公开标准的像Codex Oper以及欧马组织所规范的LiveWay N2M的协议来实作 那也因为LiveWay N2M与Codex是特别针对物联网所设计的协议 因此安全性是一开始就涵盖在设计范围内 我们可以透过Resflow API来进行操作 而且可以很轻易的连接到其他的云端系统环境 那这样的一个系统设计可以特别适用在硬体资源相对受限的装置节点 那还有可以节省我们整体使用频宽的一个特点 MBLOS Cloud 具备独特的快取机制 可以充分发挥省电性 ON 架构的一个潜力 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的装置其实 他们在物联网部署尤其是一些传感器的节点 他们可能都是使用电池在供电 因此我们如何可以让我们装置 尽可能运行在休眠的状态节省电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物联网应用的装置生命周期可能会很长 有几种状况会需要使用到装置任体更新 首先就是新开发的功能需要部署到装置上 那其次就是你修正软体的错误 因为我们很难去保证说 你一个系统是完全没有 bug 的 再来就是你系统的软体元件 随着时间的演进开始逐渐有了安全上的疑虑 或者说你甚至正遭受安全上的威胁 以上都是一般的服务很实际的状况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许多的新闻都和任体更新造成的损害有关 包括像台湾的 u-bike 国外的智能所 那这些系统可能都在软体更新后就失效了 那我们了解到一个良好设计的更新服务真的非常关键 EmbiCloud 的软体更新服务 我们并不特别需要仰赖物联网传输协议所提供的安全性 那装置端我们可以搭配整合的Bullo 的引导程序 可以去独立验证经过数位签章所确保的正确性 然后确定中间过程没有经过不当的一个修改 另外我们设计的云端界面也具备足够的弹性 我们可以针对装置设定一些任体更新的相关条件 比方我们可以针对特定的装置 特定的型号并且与指定的时间进行更新 从客户的反馈我们常听到 就是物联网的装置端开发它真的是一个痛点 为什么因为物联网的特性本来就是非常的多元多样 你需要各种不同的装置来适用这不同的应用 那长久累积下来如果并不是使用一套 能够适用在不同状况的一个作业系统平台的话 那累积下来就会是一个相当的负担 MbOS是一个我们针对IoT平台提供一个作业系统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用户能够快速的在上面开发各种 搭载按Cortex-M核心的安全联网IoT装置 MbOS结合了一个即时作业系统的核心 我们整合了一些通用的周边驱动程式 还有关键的安全元件 那再搭配我们完整的一个软体库 那可以让大家在开发的时候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找到需要的东西 那MbOS是基于Apaq 授权的 我们相关的程式码可以在官网 Mbad.com取得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100个开发平台的资源 所以上市相当晚辈 如果开发各式的应用 相信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你们需要配合的板子 作为一个特别针对物联网的即时作业系统 MbOS会持续去整合物联网普遍使用的各种通讯协定 包括有线的网络各种长短距离的无线网络 也因为开放原始码的缘故 我们许多伙伴他们自行增加了对MbOS的资源 我们形成了一个生态圈 MbOS支援以太网络 蓝牙 Wi-Fi Six-O-Pan Stray等等 以及今年尤其热门的Laura 这种低功耗长距离的网络 另外MbOS的资源也正在进行整合当中 这些在我们的MbOS官网都有提供 相关的开发文件 在Github上也有许多的专案可以作为参考 研滑Y11000系列均搭载了Cortex-M系列的核心 因此研滑的Laura模组 也是基于我们MbOS来做开发 最后我们谈到有关安全的部分 我们知道安全性 不应该用后续叠床驾屋的方式来导入 一般企业又没有足够的资源 还有专家投入在安全这个很特别的领域 如果一开始没有足够稳固的根基 那你最终的结果 其实就是没有安全性可言 MbOS的物联网平台的安全架构设计 我们是从底层与硬体结合的装置段安全 一路建构到云端 我们知道现在 微控制系统的运算能力跟之间相比 已经大大不同 尤其是这种具备联网功能以后 系统整体的复杂度增加非常多 那甚至在开发过程中我们也往往引入许多 第三方的软体库 那以至于说如果我们要说彻底保证 所有的程式码都是安全无虞 那基本上变成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MbOS整合的Microvisor 能够充分利用Cortex-N系列的晶片特性 来做到即时作业系统里面 我们针对一般城市或者是特定城市区块上面的一个隔离 我们这样做可以减少曝露在潜在威胁的系统范围 那以此来强化专制端的安全性 那奥尼收购了物联网安全公司EUFSBug 把Polar SSL这个之前业界很广泛使用的TLS软体 我们把它现在更名为Mbate TLS并且开源 它作为Mbate传输层安全的重要部分 那最后作为装置生命周期管理的那个韧体更新功能 也是确保架构安全的一环 那Mbate物联网平台透过以上三层的安全设计 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在开发物联网应用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基础 今天谢谢Jason Jerry带来的精彩说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研讨会再次结束 最后给各位做个随堂测验 听好了 题目是 请问研华Laura找套器整合云平台的部分 可提供哪两种云平台的连结做选择 听好了 只要到脸书搜寻 研华签入室设计服务粉丝专页 留言回答问题 以及按赞 就有机会获得充电器哦 当然今天的简报以及录影将会寄发给我们的观众 并上传研华签入室设计服务 脸书粉丝专页 如果对于解决方案有疑问 也可以直接洽询研华蔡小姐 我们会立即协助您的问题 最后感谢Jerry、Jason 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拜拜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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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